花莲市公所开办了首座研习课程 邀请到松向子工作室的杨雅筑老师 带领学员来制作花团锦触永生花钥匙圈 透过精油香氛、浪漫的永生花还有珠饰 制作出精致美丽的钥匙圈 让参加的学员放松身心、获得抒压 更有成就能够做出独一无二的首座装饰品 花莲市公所星期六在回南文创生活艺人教室 举办了花团锦触永生花钥匙圈首座课程 邀请到松向子工作室的杨雅筑老师 带领学院们体验首座的乐趣 我带了首座就是希望透过首座能够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说首座能够达到精心的作用 再能够有疗愈的作用 然后在做首座的时候可以达到精心的状态 然后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可以达到某一个尽心的状态 只是在团体之下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棒 然后在做首座的时候 我们会带一些就是简单的尽心 让大家能够更看守自己的内在 那今天带了什么样的材料 那想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吗 今天带了就是永生花的材料 然后是就是花团锦束的就是钥匙圈 其实今天的作品是很小间 其实它的难度还是有 因为它的要注意的细节会比较多 做的过程会很愉悦 对啊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首座 然后大家尽心之后 又觉得好像可以找到很 很自己的一个感觉 课程开始前 老师先请学员们深呼吸 延展双手 放松心情 接下来就是一堂身心抒压的疗愈课程 在专业老师引导之下 学员们细心的夹起每一件材料 从花瓣 叶片 珠饰 还有缎带 很多小小的物件要布置在 五公分直径的小透明球当中 除了手要巧 还得有美学创意概念 每一个人做出来的钥匙圈都不一样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一颗颗花团锦簇 永生花钥匙圈终于完成 大家拿着自己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 除了满心欢喜 更有满满的成就感 这里会欢示报道